十年,一百二十个月,三千六百五十四天,我们经历了四代与金融危机, 也承受着市场萎靡与成本上升,在这风雨兼程的十年,这并已完成了一次次的蜕变,已经稳稳地扎根在广州这片热土,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台球展会。 2007年,王兆云和他的伙伴们筹备了近一年的广州国际台球展,顺利在广州景汉展览中心召开。 2008年,台球神童丁俊辉横空出世,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掀起一股丁俊辉热。 2009年,这并已从广州景汉展览中心遗失广交会,规模随之成几何倍增。 2010年,参加JBE的台球相关产品,趋向多样化,职业选手频繁现身展馆。 2011年,JBE展规规模首次突破1万平方米,台球业加速发展。 2012年,本土品牌通过JBE等渠道大力向外扩张。 2013年,JBE展规吸引了几乎所有的相关品牌参与,来自世界各地的台球商家、爱好者齐聚广州,共谋发展。 2014年,JBE现场国外品牌和中国品牌同堂竞争,不相上下。 JBE2015展现出强大的张力,将会持续大放异彩。 十年匆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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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匆,这JBE一路走来,离不开在座各位的关心和爱护,让我们手拉手,肩并肩,携手共创台球行业的美好明天。 十年广中国际台球展与台球行业同行 十年广中国际台球展 感谢有您